你知道寬素就像一種超能力嗎?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過去幾年我在府大教一門 有關於醫療倫理的課 坦白講,我覺得醫療倫理蠻難教的 因為它有時候沒有一定百分之百的對錯 它比較是一種個人素養的一種培育 我曾經在教論理學課的時候 放了一段紀錄片 他是講到當年有一個死刑犯 湯明雄先生 他曾經因為放火燒了一個KTP 結果造成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傷亡 其中有一個受害者的家屬 一位杜女士很特別 他並沒有去特別去恨那位湯先生 他反而常常到獄中去探望那位湯先生 而且把信仰把他給帶給他 那個湯先生大受感動 後來成為了一位基督徒 而且洗心革面 結果後來 湯先生伏法了以後 整個這一段的經過 被人家給拍成了一段 很有意義的一個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後來也感動了很多人 我常把這個紀錄片 拿來在我的課堂上面播放 很多學生都非常感動 就我所知這個紀錄片 在社會上也感動了很多人 化解了很多不必要的對立 寬恕真的像一種超能力 它可以幫助這個社會 化解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紛爭跟對立 最近這幾年大概每一年都有一些超級英雄的電影推出來 那些超級英雄用他們本身特別的超能力去化解這世界上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紛爭 以及不必要的一些災難 也許我們不能夠像那些超級英雄一樣 擁有某些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的話 真的寬恕這種東西 它就像一種無形的超能力 它也能夠幫助我們在生活當中化解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紛爭 以及一些困擾 你聽過復仇者聯盟嗎 如果願意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上最需要的其實是寬恕者聯盟 需要多一點懂得寬恕彼此的人 親愛的朋友 也許我們都不能夠像電影情節一樣去加入復仇者聯盟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都可以一起加入寬恕者聯盟 做一個懂得寬恕別人的人 做一個懂得因為寬恕而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的一個關鍵力量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天天都給力 靈並支持 關鍵力量 二三十三 三十五 六 二十五 二十三